这A孙杨 这B汪顺 这C潘展乐 不是 你们江浙户真的包油啊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 北京时间8月1号凌晨 来自浙江温州的游泳小将潘展乐 以打破世界纪录的46秒40的成绩 获得巴黎奥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 奖牌的含金量完全不亚于非人流响 立即引发了全网兴奋喝彩 有网友脑洞分析 中国男子游泳队与浙江车牌的缘分 这A孙杨 这B汪顺 这C潘展乐 这不妥妥的三台在水里飞奔的超跑吗 赶紧来个这地啊 作为绍兴人我们感觉压力山大呀 其实不止这三位浙江真的是游泳名将辈出 罗雪娟 浙江杭州人 04年雅典奥运会 女子100米挖泳冠军 徐家瑜 浙江温州人 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100米洋泳亚军 复员会浙江杭州人 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洋泳继军 成为中国女子洋泳第一个登上奥运领奖台的选手 叶世文浙江杭州人11年伦敦奥运会女子200米混合用冠军等等 最后求证一下盼展勒索的温州人 他的名字用温州话念真的是破纪录吗